上出現馬蹄心的烙印就映在耳後 類似的燙吧 手肘及腰際上也有一個接一個 新竹一間高中的棒球隊教練 被控訴用打火機燙男隊員 就像是古代跑落酷刑般 不當體罰 男球員床鋪旁出現打火機 疑似攜帶偉晶品 卻被教練不當體罰 就怕熱愛棒球的心 從此被磨滅 成為難再繼續打球的陰影 親友們出面控訴 幫忙討公道 第一時間我也自己 致電給教育處處長 我希望你們可以冷靜看待 真正去關懷小孩 校方啟動考評會 同時也對牽涉其中的球員 進行心理輔導 校方也說若是家長有需要 會協助提告 4月17號下午 我們開教育會決定呢 把這個教練做一個解聘的動作 教練除了被解聘 新竹市教育局也通報 各級學校用不錄用 同時也解除這名教練的證照 確保類似不當管教的狀況 不會再發生 華視新聞 莊名獻 陳書山 沈立榮 新竹報導 提供給你